我們會想要選菲律賓這個國家 而不是像美國啊 或者是英國呢 因為我覺得這裡 台灣到菲律賓它的飛沉很近 再來就是學費非常非常的便宜 Hello Welcome to EG Channel 我是台灣經理Jody 那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我們的台灣學生美玲 Hello大家好我是郭美玲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Ling 那今天我們要邀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這邊生活的一些經驗 那他的課程呢是屬於親子課程 帶他的兒子 他兒子是Junior Native 總共是六堂一對一課程 四堂菲律賓老師一對一 以及兩堂外師一對一 那媽媽總共有幾堂課呢 一天四堂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好 第一個問題呢就是 為什麼你會想要帶兒子來這邊學英文呢 因為兒子在學校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能力怎麼樣 所以我把他帶來這裡 我發現了就是他敢說 然後呢聽得懂英文 然後在這裡交了不少 韓國朋友 還有日本朋友 為什麼會想要選菲律賓這個國家 而不是像美國啊 或者是英國呢 因為我覺得這裡 台灣到菲律賓他的菲律賓很近 再來就是學費 非常非常的便宜 再來呢 你覺得克拉克這個城市怎麼樣 我覺得這裡的生活機能很好 跟我想像中的菲律賓 應該是很落後 但是這裡的生活機能啊 譬如說旁邊有那個超市 然後還有Pub 如果晚上無聊的話 還可以喝個小酒 可以小酌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的環境 有籃球場 然後有羽毛球場 還有游泳池 我覺得這裡的小朋友 都不會覺得無聊 那你的兒子他有 每天都在打籃球嗎 對 他幾乎天天都在打籃球 剛剛你也講到我們的環境 那你覺得我們學校的宿舍啊 餐廳跟這些周邊的一些環境 你覺得如何呢 宿舍我覺得非常好 大概兩天整理一次 我覺得乾淨整潔 那我覺得餐廳他每天的菜色都有換 然後有時候都是我們愛吃的韓國菜 還有台灣菜非常多 我們都覺得吃的很滿足 聽說你最近去了一些旅遊景點 那你來分享一個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景點 這個地方叫做皮納圖婆山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的 這什麼車 吉普車 一個小時的吉普車 然後來回總共走了14個小時 等於去7個小時 回來7個小時 那一路上的風景很壯觀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湖 是大家都想看的景點 然後在路上我也看到很多美國人 然後還有不同國家的人 大家都很期待著就是這個整個路程 大家想看的這個湖 聽起來蠻累的 其實一點都不累 我覺得回憶起來絕對是非常非常美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你身為初學者 那你會推薦其他初學者這邊學英文嗎 會啊我會推薦他們來移居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老師非常的有耐心 譬如說我是初學者 我覺得有很多的單字 可能我年輕的時候沒有背好 然後來這裡我會覺得一對一 好困難了 老師講什麼我都不懂 但是老師就是會很有耐心的 譬如說圖一幅畫 他會用圖片畫給你看 然後讓你很清楚的了解 然後老師很溫柔 然後很有耐心 OK我也想認識一下那個老師 好我可以推薦給你 再來呢 你會推薦其他父母帶小朋友 一起來這邊學習嗎 會啊我非常的推薦爸爸媽媽 可以帶小孩來這裡學英文 因為爸爸媽媽平常可能上班很忙 就是可以回憶一下自己當學生的時候 那小朋友呢來這裡學英文 真的就是敢說 然後聽得懂 對是重點 OK好今天謝謝我們的美丁 你幫我們分享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想一下嗎 好 我還沒有來之前 我的朋友就告訴我說 一定要去皮納屠博山 我很有意象的就是 我們做了一個小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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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